亮仔 嗯 帮老师上线 这里是5的点位 这里也是5的点位 5-5刚好是黑球近代的位置 这不很简单吗 脑海中先记住母球起始位置对应长边的数字 将长边8等分 每段为0.5 短边则进行4等分 每段加1 击打对面的裤边也进行8等分 每段依次加1 重点来了 以白球为原型 找到左边和右边裤边数值相等的线段 左边减去右边等于0 这就是解禁带口球的线路 接下来我分别演示一下这10条解球线路 1-1等于0 1.5-1.5等于0 2-2等于0 2.5-2.5等于0 3-3等于0 3.5-3.5等于0 由于4对的是中带位 直接从4.5解 4.5-4.5等于0 由于赛有强弱之分 距离球星的远近称为旋转值 打0的位置垂直击打库边 笔直撞库 笔直回来 旋转值为1 笔直撞库 弹回碰到1 旋转值为2 笔直撞库 弹回碰到2 这套理论是建立在两个点的旋转值的公式 这点可千万别忘咯 下节课讲解 如果目标球是在1的位置 或者是在2的位置 该怎么计算 下课